中文資訊 好 我們再來往下看 這個議題 蔡同學 不是只有 同性戀的議題 分裂了台灣的世代之間 它在很多的問題上面 都造成了臺灣世代的分裂 最近萊克多巴胺的萊豬的事件 甚至可能造成臺灣世代健康上面 不可挽回的影響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我對於蔡同學她所做的事情 在這一連串四年多五年的事情 我說她欠臺灣社會十輩子都還不了 我說的就是這個 好 我們接下來我要看看的是 這則新聞上面是怎麼寫的 好 這個國家祈禱早餐會 二十年來 一直如期每年都進行 它的源起是源於美國的基督徒 他們為國家祈禱 所以每一次都會選一天 讓美國的總統來參與大家的祈禱會 因為聖經上說 要常常喜樂不祝禱告 凡事謝恩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國家祈禱早餐會 過去每年都是在新店的美和堂舉行 我參加過了三四屆 好 這個現在是因為籌備會 因為總統蔡英文公開支持同志 邀請大家參與31號的同志遊行 所以建議總統不必到場 這個立場是這樣的 就是說籌備會 他們其實同志31號的遊行 只是其中之一 台灣的基督教界 很多人反蔡同學 這已經不是新聞了 不是只有基督教界 很多人反蔡英文不是新聞 你也可以說 蔡英文的支持度很高 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就算那是真的 我再說一遍 討厭他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他是把台灣社會撕裂的一個非常 非常罕見的台灣的總統 我把他比蔡英文 把陳水扁或者是馬英九 他們也是耗著愛得要死 討厭他的人討厭得要死 可是我看在程度上比較 可能沒有一個總統比蔡英文 在擔任總統的時候更夠狼玩 那你要嚴格講起來 他也沒有做什麼 大不了的什麼壞事 除了這件事情是大不了的 就是他36年來的刑片 無中生有的論文跟他的證書 這件事情對台灣社會是造成了一個 人類基礎的互信價值的崩解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如果不解決 台灣社會從此以後 監獄的人通通放出來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 國家祈禱早餐會的籌備會的 這些長職們還有牧師們 不是為了單一的同性戀 同志的議題 建議蔡英文不必再參加了 那這個時候長老教會起來抗議 長老教會不滿什麼呢 長老教會認為蔡英文的執政團隊 在防疫對抗中國的威脅方面表現良好 我想長老教會的牧師 長老教會是挺本土政權的 這個是無可厚非啦 就好像有人喜歡共和黨 有人喜歡民主黨一樣 我先孤不論蔡英文政府 在防疫上是不是做得很好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牧師 沒有走出教會 沒有真正去了解一下台灣 在防疫上面所造成的很多的問題 台灣到今天為止 台灣的防疫問題不是防疫做得好 而是防疫不透明不公開不揭露 今天蔡英文總統對中共的做法 我不認為她比馬英九高明到哪裡去 只是她包裝了一個本土政權 其實在蔡英文執政的四年 對中共的各方面的依存度 是史上最高的總統 所以這個木馬圖成績 這個蠶食的做法 讓很多人的心 心防鬆懈下來 所以我對說蔡英文總統在 防疫做得很好 對中共的抵抗中共的表現做得好的部分 我其實不認同 雖然長老教會當中有很多我的朋友 過去我也在教會當中做過很多的見證 不管是國語教會或者長老教會 但是我知道長老教會 現在裡面有很多的牧師與我為敵 因為我開始批評他們心目中的 那個本土政權的價值 但是我這邊要回應所有的牧師 我們所顧念的是看不見的 不是看得見的 因為看得見的是短暫的 看不見的是永遠的 價值永遠高於價格 聖靈酒果告訴我們的 這每一個誠信的價值 它才是我們真的要追求的永恆的 我們不需要像一般的 世上的一般沒有信仰的人一樣 去追求人或者政黨 或者是意識形態 這一切都會過去 所以不管是傳統的華語教會 或傳統的台語教會 其實如果我們都像 這一本聖經的價值對焦 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今天長老教會的牧師們 你們要退出國家起勞早餐會之前 你們得想一件事情 孤不論同性戀這件議題上面 在造成了教會內部的嚴重分裂 我們就問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進入大學的資格是騙的 學歷是騙的 還有他的從政的過程當中 他所有出示的學位相關的證件 是騙人的 最後被揭穿之後 他又流無辜人的血 去做假見證 告了揭發他的這樣的人 而且還把所有的國家法律的機器 都操弄在他的手中 來對付揭發他的人 更有甚者是 他用違法的方式 把他個人的相關資料給封存 立起 pes Ну 出席าiro dalle 他出席 也給予到抓爭 全體的記者 也供 eighteen 哇 他們出席 在現代的 台灣在極度戒嚴威權不公平的時代 是長老教會的牧者 走出街頭 用社會運動的方式 用自己的身家性命 像林宏軒 林中正牧師 還有蔡有權牧師 好多牧師 很多個牧師 他們高俊明牧師 他們被關 被抓 被打 被污蔑 才慢慢推動了台灣的民主 那個時候華語教會的牧師 似乎選擇 跟那個時候的統治階層站在一起 但是現在很吊詭 是時空異位之後 今天的蔡同學 今天的蔡總統 在台灣的民主人權自由上面大倒退 還加上了這樣子一個 法律不容的詐欺行為的時候 台灣的公益的明燈 當時走在街頭 率先接觸人類公平正義的價值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 卻許多 大部分選擇了沉默 我不敢講說是所有 因為很多我認識的 長老教會的牧師 他們私底下公開場合都按我的讚 而且都告訴我說 弟兄 我完全支持你的做法 因為公義使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這件事情已經無關藍綠 已經無關統獨 已經無關意識形態 這是一個對與不對 是與不是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再多說就出自那惡者 所以我說今天的華語教會 跟張老教會之間的對立 跟他們之間的一些矛盾 其實其來有自 我一直希望在愛裡 可以互相的包容 在愛沒有懼怕 彼此之間應該要合一 如果今天教會可以這樣子不合一 那基督徒 每天在講道的時候 要聽講道的時候 他又怎麼樣相信 這本聖經告訴我們要合一 這個合一的靈是行在教會當中 是行在牧者的身上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多人的罪 我們對牧者也不能強求 因為牧者也是個罪人 他跟我們一樣 只是他是個罪人之後 他選擇了一件事情 他選擇了追隨耶穌基督永遠不放棄 他選擇了用聖靈跟耶穌的保險 一起來對抗他的罪 他帶領著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起來實踐這本聖經 他的差別跟一般的罪人跟你我 就是這麼唯一的一個差別而已 所以這個國家祈禱早餐會的這一件事情 我要看的看法是我 可能會 我如果今天是在這個 所有人的投票裡面 我也會選擇 我也會選擇 不邀請蔡英文來 因為我認為這個總統 他是歷任來 在我們看到這個吉島早餐會的歷任來 最不應該 最不應該 因為身上也有說嘛 就是說不要佔罪人的道路 然後不要跟這個惡人的計謀 所以這個在聖經上 其實也是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但是也有人說 就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應該要給這個總統 更多的祝福跟禱告 這個我也不反對 這個我也不反對 就是說其實作為一個 國家祈禱早餐會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邀不邀蔡英文來 都是 都是一個選擇啦 從聖經上的角度來看 都有他的道理在 好 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 我們舊新聞論新聞 那麼我想 長老教會對於這樣的決定不能認同 我也覺得還蠻尊重的 但是 長老教會的這個說法 我是不太 我不太贊成 他說 蔡英文總統對執政團隊 對於武漢肺炎 中國軍機擾台等危機 在防疫國防經濟方面有良好的成績 台灣在國際上的支持跟聲譽更加亮眼 這是真的嗎 我要問牧師 你說的是真的嗎 答案不是啊 這是這個蔡英文執政團隊 用盡各種的手法去收買媒體 然後去收買各個團隊的結果 你看他把台灣的反對小黨全部收買了 這個社民黨 激進 這些小黨全部收買了 他花了 這個四年 113億把台灣的所有的媒體 用置入行銷的方式全收買了 他用違反NCC的規定 衛廣法的方式 用讓所有的政府官員上節目去接受訪問 用的是我們的納稅錢 從60秒到90秒 從20萬到50萬不等 去大剌剌的違法 收買媒體 然後違反廣電法 諸如此類違反法律的事情不一而足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台灣基礎長老教會作為一個台灣 一個公益指標的教會團體 對於蔡同學的 這個36年來的詐欺行為 竟然沒有一句話 沒有一句話站出來 說我們站在公益的立場 我們要怎麼樣看待蔡英文的詐騙行為 如果只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 我們就可以在國家有一個 重大的道德危機的時候 不敢挺身而出 我們如何如明光照耀 我們如何點亮這個世間的黑暗 我們如何做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呢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那麼大日快終於立場 穿一下 絲淡